若大长去一眼望去大致成型 台积电设厂效应 让高雄房市越滚越烫 连带让周围提供园区员工子女就读的明星学校 还在招生阶段 房价已经先涨一波 高科始终就位在桥头新市镇 尚未正式开校 但房源2.5公里附近 对比2020年和2024年房价 近四年来涨幅超过八成 毕竟园区实验中学是科技新柜摇篮 南科始终周围访架也飙升 今年平均成交行情来到美瓶接近三次头 逐科始终单价也都已经占上49万 这个区域本身就属于LM特区周边 本身是属于六度里面最富里的连堂里周边 本身南科的科技新柜持续的进驻 也加深了周边的房市前进 明显学校似乎成了房价保障 不过受到银行房贷紧缩持续 央行现代打房等措施影响 最先一计数据统计 11月6度买卖移转动数 合计1.98万动 尽管月增近1% 但年减超过15% 是近19个月来新低 11月6度买卖转动数出现回升 估计可能是受到交互潮的一个影响 不代表房市又再度出现一个转任 估计12月央行应该会继续观察一个整个市况的变化 不会再寄出新一波的打炒房的一个措施 避免打压房市过度 造成房市崩盘为期金融的一个稳定 毕竟房地产产业被一般人认为是火车头产业 要是管制措施防堵过度危害到经济 这下场央行恐怕难以收拾 东森财经新闻电号 崔小倩泰报道 鲁锅咕噜噜煮滚滚 有黑卤肉挖一勺 淋在热腾腾的白饭上 大通膨时代 这完工大小的黑金卤肉饭 竟然只要10元 在羊肉汤专卖店里一天 能卖超过150万 小湾卤肉饭平均30到35元 希望说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也不会因为可能物价太高 然后我们就跟着涨价 当初会这样设计的话 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个 可能康世梅或是Saven 对 比如说可能有加1元 加10元多一件这种概念 下午不是用餐时间 整间店也几乎坐满 不只卤肉饭 羊肉汤CP值也很高 当归清炖蒜头三种汤头 甚至还能无限序 一天能卖光40到50斤的羊肉 这真的是通膨下的小确幸 毕竟看看主计处最新公布 11月CPI年增2.08% 不只比预期高 也再超过2%紧接线 薪水没有涨的情况下 但你的花费金额越来越高 通膨 每个月都在增加了 就是从原本两三万 然后变四五万这样的差不多 11月CPI涨势再扩大 就是因为台风接连来袭 食物类涨幅最大 上涨3.82% 受风灾影响 蔬菜也涨将近两成 闯22个月以来新高 过夸张的还有房租 涨幅创下28年半新高 柴米油盐涨不停 物价再破2%紧接线 民众吃个饭 钱越花越多 荷包则是越变越瘦 东森财医院中文局 晚安平台北报道 从今年起纳税 医务人配偶 以及受抚养殖系亲属 在我国境内租屋自住 并不是营业或执行业务使用 每一申报户 每年所支付的租金减除补助 可以列报房屋租金支出 特别扣住额最高18万元 但本人配偶或受抚养 直系亲属 有房屋者不得扣除 但考量到实物上 部分特殊情形 虽然有房屋 但还是有另行租屋居住需求 财政部3号合适 放宽五种情形 房屋可视为非自由房屋 可以申报房租扣除额 包括进程取得共有房屋 防洪单危险房屋 毁损面积达五成金 认定需修复的房屋 以及因为就业就学 或是就医而需异地租屋 还有与配偶分居 而各自办理纵索税申报 配偶房屋也视为非自由房屋 符合五种情形者 明年五月报税时 可列报扣除房租支出 但需减负相关证明 也定有排付条款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搭乘台铁几站 纵能进到台北市 基隆磁吸部首台铁外衣客群 近年来房价也涨翻 尤其是八堵车站附近 在基隆捷运推动后 房价涨不惊人 临近八堵车站附近的 暖暖生活村 根据数据统计 这里的房价去年平均是二字头 而今年有新屋成交价 来到了每平五十几万元 短短一年涨了110% 房价涨幅位置六度之冠 以三十平的大楼来计算 晚一年就得多付超过七百万元 也难怪背负房贷压力越来越大 最新一季房贷负担率 全国房贷负担率46.02% 六度当中以台北市最为沉重 超过70% 也就是说买了房子 家庭可支配所得 有七成都在缴房贷 我觉得台湾的房价很高 尤其是台北市 如果全部白手起家的话 可能要两代才能够拥有 就为了小房贷 就为了养那个房子 甚至孩子也不敢生 购物负担持续沉重 现在钱还借不到 据传未配合洋行规定 八大行库预定明年底前 减少超过千亿不动产放款 等于每家行库减少的金额 约在100亿至250亿之间 尤其第二户房贷 几乎已不可能 从公股银行借得到钱 在银行资金有限 比较挑客户的状况之下 预期明年民众买房 可能会面临三大状况 包含房屋估价条件变差 贷款利率变高 手续费增加等三大状况 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贷不到款 看来明年房市资金 只会比今年更吃紧 加上通膨效应 营件成本越来越高 房价恐怕很难降得下来 也让央行再度被民众炮轰 没对症下药 大乱市场 东森 财经新闻 丁恩豪 邱小倩 台北报道 浩介A5和牛淋上白蓝地 青猴火焰爆发 果香深入里程 糯米椒海盐搭配 牛骨汁精致摆盘 五分熟经典招牌菜 是不少掏客的新头号 不过现在劳资号高单价餐厅 却精传三百平总店 2025年2月15就要熄灯 近33年的高级铁板烧 过去是政商名流的首选 现在停止营业 但下一步其实就在隔壁 不过空间缩小了6倍 变成50瓶 要以新形态来因应 现代的消费模式 看看原本20瓶大包厢 有精致霸台 沙发 KTV和投影机 墙面上可见亚洲天王周杰伦 台湾女神林志玲 像是北市知名聚会场所 无奈常年大腹地 让人事成本倍增 每三年提升的房租 更是不小压力 现在转向小坪数后 客源要从家庭 商业 放大到年轻族群 才能增加整体竞争力 我们大概在整体的收益来说 是在20% 租金整体来说 是50瓶左右 那两到三个铁板 那消费者也可以包厂 那不包厂的话 也是可以有两个分开的包厂 毕竟竞争实在激烈 有高价单客来到4000元 最新势力还有肉多多集团 无菜单 名水燃乐 主打肉品加海鲜 以2000元水位攻占市场 目前已经拓展九间门市 新天地的乐魁 同样是高CP值千元料理 而且很热门 得先定位付款才能享用 我自己去吃的话 大概2500上下是OK接受的 主餐很重要 再来是主餐的新鲜度很重要 看食材或是那个店内的 装潢风格的感 路边还蛮多店铁板烧店 算是写到度应该蛮高的 铁板烧商机 近年已经超过121台币 免赠率快要7成 市场力道强劲 成为各大餐饮集团 进攻的新标的 大阵的号角又再次响起 多争才这玩意诚意的罗争 正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